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载窘图,我是岛主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萌萌这个车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我之前的一些小设计 它这个车真正实现了就是600安时的锂电 开空调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会开到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这是晚上睡觉开空调 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它知道空调是房车的一个大忌 基本上开空调可能电都不够用 哪怕你配个1000安时的锂电,只有十几度电 可能一宿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材料的很多就是玩房车的人 包括房车厂家 岛主设计了一个方案,目前感觉还不错 基本上它这个空调就是之前晚上用 白天不用,白天也可以用 说白了,这是一个省电的妙刀 首先萌萌的车我介绍一下 它这车顶上铺了是1200瓦的太阳能板 你看它这已经满电了 现在两点,电已经就满满的了 这是620的锂电,03铁锂电池 它的电池已经满了 它这个车之前我们开空调测试 相对就要省电一些 而且最省电的时候一晚上不到三度电开了一宿 但是怎么做到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房车如果想用空调,你要这样玩才能解决这个房车耗电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萌萌这个房车也是我设计的 跟我那个略有不同 这个梅伊拉也是有一个独立的区域 独立的卧室,独立的厨房 这个梅伊拉还有一个独立的 这里有一个餐厅客厅的样子 那我们怎么解决空调的问题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样的空调省电呢?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空调啊,我是把它设计在这里的 这是一个家用空调 一个康家的小EP的一个空调 然后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呢 还要配个电风扇 为什么配电风扇? 就是为了省电 因为你想空调能满足我们晚上睡觉啊 或者是这个车内的需求 那你就想办法达到人体舒适就行了 就别那么太奢侈了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首先啊 空调呢把它调到了26或者27度啊 然后打开风扇 是吧 你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大大的节省这个空调的电力了 因为你温度每低一度低两度啊 空调费电呢 都是乘百分比的增加啊 这个耗电量还是很惊人的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你看把这个拉门拉上 那这个车呀 它基本上平均分了 基本上就是三个空间啊 那边是一米四啊 这边也是基本上是一米四多啊 前面是一米四多 是吧 那这样的三个空间 我把这个门一拉 我就等于我的车 瞬间就变成啥了 变成个这么小的空间了 那我的空调是在这里的啊 不给后门置冷 只给我这个卧室置了 这样的话 它的电大大的升很多 然后呢 我这个电又是调到了2627度啊 然后用风扇 哎 因为别看 别小看这个风扇啊 虽然它大概有个多瓦 多少瓦了 这个好像十几二十瓦的样子啊 但是它配合空调啊 那是大大的省电 这个你们可以试一下 而且这个小风扇呢 两个小风扇的前后都有啊 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啊 很多就是说天气不是非常非常热的时候 开个风扇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舒适性啊 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呢 把空调制冷的空间减小 然后温度提升 加风扇增加舒适感啊 这种就是节约这个能源的做法 大大就节省了我们那个电瓶的这个电量啊 然后呢 它这个车装呢 是1200瓦的太阳能电板 1200瓦的太阳能电板 它这个高峰的时候啊 就是下午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两点钟左右的时候 它的充电量呢 达到700多啊 像早上89点钟 太阳出来了 今天也是100多 200多 300多 400多 500多 这样涨起来的 那到下午的时候呢 两三点钟呢 可能就达到600多 500多 400多 300多 200多 这样一点降 那基本一天能充七个小时左右啊 甚至到八个小时 有些地方能充八个八九个小时 那有些地方可能只能充七个小时 那平均算呢 它基本上也有就是将近400瓦的一个充电量啊 因为它1200嘛 400瓦的充电量呢 就甚至是500啊 我们就少点算算400 400呢 充七个小时呢 就是4728啊 将近三度电 那三度电啊 如果晚上用空调的话 以这种方式基本够用啊 这个小空调啊 基本上八个小时你好用 所以以此类推 不够用怎么办呢 可能会耗一些你这个电池的电量啊 所以之前那个小萌萌大概白天晚上啊 累计测试了一下 我们也算了一下 基本上可以用到一个礼拜 就是每晚用过八小时的空调 可以用一个礼拜啊 前提是就是说 你自己用的时候 你也不能说是门要关上啊 你别怕走开 是吧 热气都散到这边来了啊 或者温度调的很低 或者怎么样 就是人体感舒适啊 你可以试一下家里的空调 你调到27度26度 风扇一吹啊 甚至你调到 有些人调到28度29度 你风扇一吹也不热 所以呢 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选房车的时候呢 尽量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 然后呢 空调能给它隔绝开来 那它这个车的也有U型的卡座 白天也可以用 比如天很热的时候啊 我又想用空调怎么办 我又不想费电 那你就啊 电脑放这边啊 U型卡座一坐 坐几个人在这玩 然后你把门拉上 开着空调 开着风扇 一样升电 对吧 这样的话呢 相对就舒适点了 因为你温度只要达到了 它就关掉了呀 对吧 它那个空调 那个主机 外机就停掉了啊 这时候耗电就很少了 好了 小伙伴们 敲黑板 化重点啊 就是房车 你要想用空调啊 或者多用几天啊 电瓶有限啊 没有外界电源的情况下 记住了我们选房车的时候 一定把就是有一个房间啊 独立的空调 那个房间隔离啊 优可当卧室 最好优可当工作的地方 把它隔离开来 然后呢 空调加风扇啊 温度调高 空调加风扇 然后呢 空间缩小 这样才可以 目前嘛 这个科技嘛 没办法解决房车空调长期用呢 那用大面积的太阳能板 这两个结合啊 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的一个空调的用电问题 然后呢 比如说白天用空调怎么办呢 就是这样起码能让你600安时的电啊 也就7.2度电啊 你白天也能用一天 因为你不停的充电嘛 然后以这种方式来 白天也可以让你用一天 对吧 所以说甚至一天甚至两天 具体的看室外的温度和你室内的温度 而你来回开门关门放热气的这个时间 对吧 这个要自己去测算的啊 那这种方式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节电的方法啊 那对于萌萌这个车呢 确实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没想到它这么大的太阳能板啊 然后呢 结合它这个小的卧室啊 独立的空调 竟然解决了它空调滞冷的问题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也希望呢 岛主的分享呢 帮助更多更多的车友啊 在旅途中 在房车旅行中有更好的体验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警图 里面呢 有更多的啊 房车技术 房车反规的介绍啊 岛主每晚的也会在抖音啊 直播 每晚八点直播 房车问题你问我答啊 全网都是通用名小蜗牛载警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